229頭條日報《智能反誓》 2015年7月10日港文 P38基斯莫人王維基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早前舉行網上答問會 吸引很多人提問,當中包括了著名科學家科金 科金問朱克伯格,在所有科學疑惑中,你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是甚麼? 朱克伯格回答,是涉及人類面臨的問題,例如怎樣可養人長生不老 怎樣醫治一切疾病和人類的大腦是如何運作 從朱克伯格的回答中,見到原來再複雜、再高深的科技 還是未能解決人類最根本的問題? 人類研發人工智能數十年,至今還在努力中 人工智能由人工和智能構成,人工就不必多解釋了 大概是由人類製造的東西或者系統 至於智能,就複雜得多了 它涉及很多範疇,包括意識、自我、心靈及精神等 很多用科學解釋不到的問題 所以當人類自己對智能的了解有限 研發人工智能自然不容易了 Facebook & H正研發的人工智能 是建立一個在視覺和天各都超越人類的智能系統 而且這個系統更加是老對腦的 即是一個人在看道,聽到和接收到某些訊息後 它腦中的訊息能被智能系統接收 然後再傳送出去 若果研究成功,只能在科幻電影出現的情節將可能成真 在電影未來戰時,創世智能中 人類被自己創造的智能系統消滅和統治 到底會不會成真? 會不會成功 感谢观看